主席好,在那個還沒有進到詢問之前,我想先請問一個會議,算一個會議詢問啦 就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做國際化法的提案嘛 那因為現在還沒有進到院會,可是我剛剛看到就是今天院是由您來排案 但是我看到下個禮拜好像目前看到似乎,因為我剛剛聽到說下禮拜好像也要再排審查 可是因為我們有一些法案可能是目前還沒有在院會中 所以我想詢問一下就是說,為什麼不是到兩個禮拜之後再由我們的立委這邊,由招委這邊來做排審 所以就是我們以前是不是說,同一個法案,那可以是不同招委可以這樣連續排審 這部分是以前有沒有前例,我想先確定一下 以前是慣例都是誰排就繼續排了 因為以前似乎都是,都是一位招委排 然後就是都有任養法案的感覺 我們請管碧玲招委跟這個民進黨團跟我們國民黨團協商一下 看是不是就是在這個您的法案還沒排進來之前,這個先就是 我說我們再來請管委員協商一下 但是我說第九屆的部分是說是兩黨大家有協商好 就可以分別都這樣排 就這已經是這次會特例 還會一致形成慣例 因為這話就會牽涉到每個委員會或立法院的一個運作的型態 那另外我會關心是因為我自己本身還有 因為目前還在 對還 那已經進了院會嗎 進了程序委員會進來的嗎 是到程序委員會 但是因為這個禮拜剛好禮拜五是放假了 所以到下個禮拜 但是下禮拜現在就是到禮拜二的議程 因為目前還沒有看到就不確定了 所以因為我就確定我要確定我們議案被討論的權利 那有的委員議案就沒有辦法被討論到 所以這邊就是我要確定一下是不是能夠被討論到 要不然已經進程序委員會了 因為我們本來預期應該是下下禮拜 那我們程序上都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變成是如果是下禮拜 把你的案子放進來 然後叫你們簽不覆議 對有已經有黨團有複襄 民進黨團國民黨團是已經有協商說 不覆議了嘛齁 那有沒有把我們林委員的案子放進來 還沒附進 因為還沒有副委啊 根本沒附委 對 那所以這個就會影響到齁 對一個是影響到另外想確認一下說這種輪 就是說不需要經過協商連續排這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就是 沒有這個事情是已經在立法院已經是 以前是有這個慣例啦 那照這個林委員說法是好像後來這個慣例就打破 不需要協商 以前是誰排就接著排 現在是被打破 我是建議是不是應該確定一下就是說 那那我們就要跟 是不是需要經過協商還是說就是已經打破 那如果打破就各個文會都適用 對對各個文會都適用 不是只有在內政文會喔 照您林委員說法是都已經適用了 可是這 我是建議因為還是 是不是可以確認一下 是我們待會還是我們會跟我們管委員再 因為第一個是確認一下 確認是不是這個 對立法院的一個運作 排案的這個慣例 第二個是我們自己本身 因為有提案 所以要確定一下說我們本身 那我們也會請這個 對會被放到相當好 如果管委員下個禮拜的確要排 我們就會請他把你的案子就是一併的併案排進來 是不是民進黨黨團的招委 在下禮拜二 對但是因為 因為民進黨招委現在不在 他招委不在 所以我只能 所以我只能問現在啦 對啊 好 幫忙協調一下 我們 對我們預期應該要一併被討論 就還現在變 變剝奪到我們的權利啊 對啊 請其他黨團的人不要有故意這樣子 好 那你再幫忙協調一下齁 林委員 好 好 但是我想說這是一個 但在會議詢問上 會議詢問上 這個就是我剛問過議事人員啊 對 所以OK 就已經是 他說這個地已經沒有了 就叫做大家都可以 變成所有的委員會 別人排的你也可以排 所有的委員會都是 是 是 是這樣子 好 謝謝 那這樣我就可以進到我的質疑麻煩 請部長跟署長跟吳署長 謝謝